身体的不适和病症是内心的呼喊和求救信号,千万不要忽略。 我们常说的,气死我了,压力好大,心有不甘,这正是情绪在作祟。 生气让人感觉失控,身体自动释放出大量有害呼吸系统的因子。 焦虑让人的身体进入到空铁壶干烧的状态,一点点消磨掉人的心力。 压力让人沮丧,像一只看不见的手,捂住了人的鼻子,看得见五指透过灰色的天空,又摸不到。 身体是不会说谎的,它忠实地帮我们储存了所有的情绪。 而生病其实是在提醒我们,要去真实地面对自己真正的需求,妥善地去处理,并相信身体的能力。 生病不能只治病,还需要找到病症所在,也就是找到情绪源头。 做人,养生远远不如养心。 一位学者心脏病发作,经历冰死的绝境后,他总结出两条生活守则。 一,别为芝麻小事耗力气。 二,所有的事情都是芝麻小事。 人生在世,很多身体的问题都是情绪上的问题,而情绪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四个字,庸人自扰。 很多烦恼都是因为执念于眼前的小事,在潜意识里把不如意的事情放大。 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,为了一次误解而深陷悲伤,为了一个批评而自我怀疑,于己无异,于事无补。 如果你终日被情绪所扰,幸福生活也会从此不再。 关注朱氏会社东阳视频号,让您和您的家人越来越健康美丽。